如果這個台村鄉民實在讓人很欣賞 在過年之前每一個人都有紅包堂 台村鄉公所說在16號至17號兩天 開始發放2000塊錢的進行關懷雷金 一頭早民眾就來拜堆領處 鄉公所也來給鄉親 如果這兩天沒人來領雷金的鄉民 3月16號進場 會當拿到新婚證 讓靠命報點文件 來到鄉公所領處 一頭早台村鄉公所的門口就敗了長長的堆櫥 他們都是要來領2000塊進行經濟 跟關懷的鄉民雷金 賣相鄉民都很開心 在過年前可以領到 這2000塊的紅包可以來買自己最買的東西 看有什麼用的軍包 什麼用的我也會用 我沒有留在自己用 要花這條錢很開心 對 開心 怎麼說開心 如果我們要講出來 我們就有錢拿出來 對不對 台村鄉長有優勝說 公所頂頂 主題條類 經過代表國心意通過 16號 17號兩天 發放2000塊的雷金 這兩天沒用來 在雷金店店店的鄉親 可以在三月月月人前來公訴頂 這個禮金 我們全部鄉內有38331個衛鄉民 全部發放的金額在7000多萬 因為我們的發放期間是 禮拜六跟禮拜天今天加班 另外 如果沒再 SARAH 電影的話 可以到鄉公所 兩個月的 都可以到鄉公所來領域 鄉長共調 代表會通過的主題調理規定 雷金的法洪最多一個人一次可以領六千塊 未來鄉公所也將依照財源來決定 法洪幾次 一次買看多多 大專新聞 中央台川 蔡芬佛東